估计最后就是这个分数了 反归 他会投进一颗球 这里不进 第二个会进 我们赌二十个俯卧城这个进不进 我不进 我赌进 二十个俯卧城 二十个俯卧城 进进进进 一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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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两个跟你赌了 你得做四十个 做四十个 我们先停一下好吗 在点评他们之前 豪哥有事要做 他现在输了四十个俯卧城 我们看我们豪哥 好 你看这是一个很励志的节目 好 再五个 好 五个 两声国力 好 好 好 不是 你要记住他 是他害你的 对 好 剩下的举手我们看一下 这里 快 举手 举手 我是冯汉浦 我是冯汉浦 我给比赛开始 孟伯龙 这场三十三 希望你们发挥好一点 冯汉浦 好 包裹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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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科 没注意时间 好 给到白队 哎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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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阳 太阳 白队会赢 我我猜21比4吧 20比0吧 有点惊喜 行了 已经可以给球衣了 这个选择度了 孟伯龙 马萧綦 轻松的2分 孟伯龙 没有问题 我最心疼的就是 最高的那小伙 从第一个刚开始扣了 就没拿到球 对 太心疼了 真的没拿到球 他没拿到球 然后他也不要球 他很低调的 他那俩兄弟一顿玩 这都要玩 远兰队有点 被逼得不知所措了 这球算进 洪汉普去接一下球 你看要求打球 能不能表现一下自己 9秒钟的时间 这没给马晓琪跳起来的机会 都没有猜对 已经来到赛点 底线 对 你把你刚刚的感想 直接用麦克风讲一下 我就觉得我挺心疼 姓冯那个小伙的 你刚开始状态比较好 然后上来就一个扣篮 结果之后就基本没接着过球 所以说我都感觉 为你感到就是心疼你 心疼你 所以说你的队友打得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比赛当中 也不要光表现自己 也要给你的队友一点机会 因为他打得也很好 但是他可能今天获得的机会不多 有表现力是一种好事 但是像最后一个球 那个两个人防你 然后你应该把它传给他 让他也去表现一下自己 我觉得那就更好了 打得不错 我提出一个建议 对 我们各给建 因为白队真的是表现得不错 对吧 那就姓缝 小缝小缝你了过来吧 因为我是心疼你 把这个先给你 你们打得都很好 恭喜三位 赢得比赛 顺利全组晋级 但是我知道我肯定会输 上来就是爆扣 上来就是各种 就是运球基本功真的非常好 我没法打 然后我的身体 跟他们真的是没法比这样 因为篮球毕竟是一个 真的是靠实力说话的运动 我就当给自己一个鼓励吧 都是在为了自己的梦想 对 去奋斗 我们尽力了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只是一个民间篮球爱好者 总之 估计最后就是这个分数了 反归 还会投进一颗球 这里不进 第二个会进 我们赌二十个服务生 这个进不进 我不进 我赌进 二十个服务生 好 二十个服务生 进 我们两个跟你赌 你得做四十个 做四十个 我们先停一下好吗 再点 估计最后就是这个分数了 反归 还会投进一颗球 这里不进 第二个会进 我们赌二十个服务生 这个进不进 我不进 我赌进 二十个服务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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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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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两个跟你赌了 你得做四十个